雅加达亚运会进入游泳比赛最后一个比赛日争夺,当大家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孙阳,王点佳和薛家瑜等人身上时,韩梅却爆料了一起8月23日发生在泳池的意外冲突。 中国游泳队的选手在训练时被韩国人踢到脸后,选择直接踢了回去,就韩国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KFOC透露,正参加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的韩国女子选手金海金,在训练时撞到了一名中国游泳运动员的脸,而这位中国选手回踢了他。 不过,暂时回踢者的名字暂时还未被披露,根据韩国方面的人说,两名游泳运动员在身体接触后发生了争吵,韩国选手首先道歉,但显然中国运动员并不理解,他说的话并回击了他。 只为一提的是,当时在场的韩国和中国的教练,立即将两名互踢的游泳运动员分开,防止冲突扩大,运动员在训练中因为身体接触而发生冲突的事情十分常见。 目前,在亚运会游泳项目中,主要是中日对抗,韩国队的表现,就要被甩出去一大截,不过在23日晚间举行的女子4×100米混合用决赛中,日本拿到金牌后,位列二三名的中国韩国,却被同时判发为取消成绩,成为了难解难地。 赛后,被取消成绩的中国游泳队的姑娘们尽管伤心,但是却表示尽管犯规了他依旧要听,竞技体育必须展示出拼搏的斗志,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。 而中韩被取消成绩,以及中韩选手,发生冲突则是其中的小插曲,希望中国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,加强景气专行比赛。